Hello 大家好 我是根根奶爸 今天是2020年5月31日 我们继续在凤凰城迎接日出 昨天看到一个新闻 是张文宏教授再次返生 说要警惕二次疫情 特别是在秋冬季 突然有点忧心啊 昨天尔压压在第一阶段的隔离结束后 坐高铁回老家再次隔离的路上 周围的朋友们感觉已经 不再警惕疫情这件事情了 车上 咱们又是吃喝说话 也没有几个人戴口罩 大家又开始放松地警惕了 但是我还是觉得张文宏教授讲的还是有道理的 毕竟像在我们这边 亚利桑那州 这些天的天气已经到了四十三四度 中午外面地表温度 具体多少度不知道 但是明显地穿着鞋子走在上面 就能感觉到脚底下是热的 我们在这边好像看不到太阳 就是在这样的情况下 这边每天的确诊人数 还是要到了七八百人这个样子 比前段时间还要多 但这肯定有复工的影响 但是从另外一个侧面说明 夏天高温其实并不能阻隔这个疫情的蔓延 所以其实还是很有可能再次爆发的 所以就想再提醒一下大家 在工作或者是学习 或者是在生活的过程中 在人多的地方尽量的还是做好防备 如果戴口罩不方便的话 以这个事情作为一个契机 养成清洗手啊 这些习惯也是必要的 毕竟做这些事情 没有什么坏处嘛 而你的一个举动 有可能会带到周围的人一起做这样的 这样的事情 大家都把这个防备提高起来 在不影响工作的前提下 把这个防备提高起来 我想病毒不可能在中国再次大规模的爆发 我觉得是不太可能 其实做这个事情很简单的 只需要你出来首先来做这件事 我们前几天遇到一个挺有意思的事情 就是我送二亚亚回国的时候 我们在洛杉矶的机场 在登机前 在进安检前要接受检测以及打登机牌吧 这个过程确实是比较长 然后在打票的那个地方嘛 就排了很长的队 所以地上贴着6ft的标志 但是好像没有人遵守 大家都挨得特别近 我们过去排队的时候就感觉很诧异 下面不是写得很明白吗 要保持距离 但是大家都挨得很近 可能是因为队伍太长了吧 因为二亚亚怀孕了嘛 所以我们防备心就比较高 我们刻意的离前面的一个乘客远了一点 就是保持了6ft的距离 我们站在那等 结果有意思的是 后面的乘客也开始跟我们一样 开始保持了一样的6ft的距离 然后后面紧挨着 大家就是都开始又遵守起这个规则来了 这个挺有意思的 其实原来根本就没想到 因为我们是担心自己会受到感染什么的 是一个自我保护的一个行为 但是没想到后面的人 也会按照你的这个行为去做 所以突然意识到 其实你的一点点小的举动 是很容易给别人带来好的影响的 当然还是要从自我首先做起 把这件事情先做起来 有可能就会带到我们周围的 我们在这个位置 应该是能看到日出 它也很容易给人带去 它现在还藏在云后面 它现在还藏在云后面 可能是起太早了 头有点懵 我自己没有戴口罩 不过还好路上没有遇到人 早上嘛 我也没有出小区 问题还不大 以后还是要多多注意 不能让家里人担心呀 最近发生的大事很多呀 然后我们的两会刚刚胜利结束 其中有很多重要的标志性的体验通过 其实也有一些挺有意思的 其中有一个就是 一个教授 一个代表嘛 提出来要给大学生加码 这件事情 我觉得挺好的 为什么呢 因为毕竟是代表嘛 还是学校出来的代表 肯定是代表学生 有可能是学生的新生嘛 但是我觉得 代表学生发言之前 我觉得 首先应该 先身先士足地去尝试一下这件事情 就是 教授先尝试着 按照加码后的标准 自己体会一个学期 或者是一个月 再看看能不能承受得住 别的专业不用体会 你就可以体会一下 像我们这种土木工程这种专业 再加一个码看看怎么样 然后 这个提案呢 提出是基于说 现在大学生 比较松散 没有学习的干劲 没有压力 也就没有动力 所以这是一种激励的措施 其实 在我看来 问题真的是这样子的吗 或者是真的是完全由于这个原因吗 好多学生 不爱去上课 在大学里面 表现的比较松散 是因为 这个花花世界吸引力太大 还是 游戏太好玩 玩物丧志了 还是根本就是 意志力的丧失 到底是什么原因呢 我觉得其实 作为老师来说 老师也有原因嘛 就是你讲的课 真的是 那么有吸引力吗 让学生 可以 把它当成一个兴趣 或者是 喜欢去听你的课 喜欢去给你学的东西 我觉得这个很重要 我的大学 母校 然后是让我非常骄傲的一个地方 然后我在那里 过得非常充实 而且留下了很多 非常美好的记忆 包括 我和二亚亚就是在大学 一年级的时候 相识并且在一起 之后经历了许多 一起努力地学习 然后参加各种学校的活动 然后我非常骄傲 但是 有一门课到现在 我也 我依然 记忆优身 好像是建筑制图课吧 那门课 当时选课的时候 选了一个 很好的老师 那个老师 是 我们中国人心里 最牛的 理工大学 毕业的 然后 那个课到最后 上的就是 身不如死啊 老师讲课的风格 整个就是 波澜不均 反正就是 让你感觉 还不如自己 看课本有兴趣的 那种感觉 基本上 上课的时候 没有几个人 能够在那 昂熟挺立的 来听课的 后面这个课 考试 考得普遍很差 基本上 也就是刚刚及格 这个样子 另一个老师就 就是 对比很明显 那个老师 第二个学期的这头课 我就 换了这个老师了 学生 听得很有 就是很有精神 然后 讲课的过程中 知识点传说给你 然后很多例子 实际的例子 给你讲得很清楚 还有一些 很幽默的语言呀 这些 我对他印象也非常深刻 从按一门课 就从老师 反正一个学生 但效果就是 差别很大 那在要求学生 加码加负的 这个过程中 我们老师 应该思考点什么呢 你是 真的有把心思 放在教书育人上吗 那为什么高校的老师 或者是教授 就是老师或者教授呢 最重要的原因 还是他要教授育人 要不然你叫研究员 不就得了吗 所以 这是一个 双方面的 双方面的问题 就是有两方面的原因 那我们 在思考给学生加码的 这个过程中 有没有想过就是 我们怎么样来优化教学的 这个环节呢 我觉得这个很重要 而且我觉得这一点对 其实这个建议的教授 更容易实现 因为从他自身找原因 更简单嘛 比让他去体验学生生活 一个学期要强多了吧 另外我们大学学的一些课 以我为的 别的专业不太了解 像我们土木工程这一块 课程的制定是依照 以后工作考建造师 或者是沿土工程师 什么来设定的 就是你考什么我就设定什么样的课 这当然无可厚非 这个方案也是不错的 但是 如果是不从事这个行业呢 我们学到的那么多课里面 在后面的人生里面 又有哪些是可以用到的 而且是学得精的 这个东西就很让人深思了 我们花了那么多的时间 你比如说你大学里 土木工程 经典的八大力学 然后你会有钢结构 混凝土结构 你会有机坑工程 你会有隧道工程 你会有基础工程 装机工程 然后岩石 什么这个叫 你会有房屋建筑学 你会有工程地质 你会有等等等等 各种 你会有造架 工程管理 你还有一些复课 你有毛中特 但这些东西 你在工作的时候 你用到哪些呢 你学沿土工程的 到最后 到最后你工作 做机控工程 然后实际上 你其实就用到了 土地学的一些知识 材料地学的一些知识 当然基础的数学 还是要有的 那其余的基本上 那关系不是很大 我到了博士阶段 遇到了我的老师 他教育我 就是做研究 要先找问题 然后针对问题 再寻找方法 问题有了 解决的方法也总会有的 这是一个很好的思路 那也是这样教育 我们所有学生的 然后我们大学的阶段呢 我们学习的都是方法 各种方法 但是不知道问题在哪 到最后就是 一堆方法都没有用到 然后你的问题也不知道是啥 所以这个就是一个 本末倒置的一个事 这个是挺值得思考的 我在国外有些学生 我觉得 挺让人 很惊讶的 之前开组会的时候 有一个本科生 是一个美国人 编程编的相当漂亮 然后做一个自己喜欢 就是 并且想 执着来做这 这事的这种 决心就是很大 就一直做得非常好 毕业也打算 必须从事这个行业 提的专业嘛 然后他们的课 好像都是可以选的 感兴趣的就学一学 就是这个样子 然后把自己学的 最主要的东西 发挥到极致 这也就是 先知道问题在哪 然后 针对问题 找方法 我觉得是 可以借鉴的 再一个就是 我真的觉得 我们好的大学老师 应该像 我们幼儿园的老师 或者是小学的老师 请教一下 或者多交流一下 我很佩服那些老师 我很佩服那些 幼儿园呀 小学的老师 因为对于一个孩子而言 他们既然能把他们 引向 去学习知识 去探索新事物这样的 这样的正轨 这个很难 他们是怎么做到 是怎么激发孩子的好奇心 是怎么 发现孩子的兴趣 并且引导他的 这个 其实是一个挺深的学问 这些老师相当厉害的 我觉得 大学老师如果是 能够跟他们学一学的话 后面的大学生肯定都 不会学得很差 太阳出来了 今天有点阴天 不过已经六点多了 我们回家 准备吃早餐 今天的视频我们就分享到这里吧 谢谢大家观看 如果大家喜欢我的视频的话 不要忘了关注点赞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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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